大家好,我是跨境阿米秀的鸭鸭 今天我们来到了在深圳举办的 eBay灯塔计划全品类分享会的活动现场 那么这次是最全面的一次分享会 其中它包含了六大品类 同时在我们的现场有超过200家优质服务商 参战 同时eBay的各大品类经理 今天也都通通到达了现场 为卖家分享品类趋势干货 其实我们之前在 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些年头的一些战略会议 包括我们郑州也会给我们一些方向 那今年一个大的方向是说 我们以前做了很多的一些 我们叫category intelligence 就是品类的分享 品类的一些专业技能 告诉卖家说我们这个行业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业 它背后的用户画像 今天我们今天有品类讲了个用户画像的问题 对吗 它是一些什么样的卖家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服务 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些品类的category intelligence 并且告诉他哪些品类在我们今年我们每年都会发布一个叫 Wanty的英文局 就是我们的高潜力品类清单 因为这个随着时间的转移啊 这些品类会变化的 我们发现eBay上其实eBay做了十几年的 刚刚这种谈到我们是跨境电商的B主 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的跨境电商了 从建立一开始具有这个跨境电商 像我们这个中国就传说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那有些品类的确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阶段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品类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更加的一个升级 什么去升级自己的品牌 更加服务好我们的终端 但还有很多的品类我们认为是南海的 今天讲了很多是南海的一些品类 这些品类还属于一个我们认为 供应还没有到一个成熟的点 你去上更多的新品 它能够带来不断地带来一些GNV的成交 这个我们叫做南海的品类 那以前我们做的很多的是一个比较 以一辈为主导的经验的分享跟知识的分享 那今年我们做的这个叫灯塔计划不一样的是说 我们希望再进一步更加能够落地 因为刚刚你讲的问题其实是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卖家他是有一些知识的断层的 你告诉他了以后他要怎么去消化 这个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第二点他消化了以后他要去找合适的供应商 这个里面又是一个需要有专业的里面分享在里面的 比如说我让我们的卖家去拓展轮胎这个品类 告诉他轮胎的用户是什么样的 它的整个market size是什么样的 市场是什么样的 我们告诉他哪些的型号 它的一个分布是什么样的 但他去进一步消化了以后去找供应商 又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他不知道说我们山东东英有这么多的厂 我找哪一个比较好呢 对吗 找到了一个好的 然后我们那家去找他 别人还不一定理他 说你好像不懂这个轮胎行业的 你一来就是一个跟我讲那些非常不专业的话 那他们就不感兴趣 我们认为这个里面也是一个很大的断层 那eBay想要扮演的一个角色是说 我们要负能于我们这些卖家 我们要负能于我们整个行业 我们把两端要做一个桥连接起来 中间这个桥就是建立在我们eBay的数据 跟eBay的品牌 包括我们eBay的专业性上的 那我们让卖家说 告诉你这些品类的信息 并且已经告诉你这些供应商 是我们精挑细选过的 并且我们也告诉供应商说 eBay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 我们的eBay的买家是什么样的买家 也帮助这些供应商有机会有一天 能够到eBay上来直接去做生意 形成一个我们以前叫做M2C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两端我们都在负能 一方面负能我们的卖家 让他更了解这个行业这个品类 了解说供应的市场是什么样的 另外一端我们负能于我们的供应的那一端 帮他了解说线上这个行业是怎么玩的 它有哪些痛点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形式想把它解决掉 中间的很多以前没有解决到的问题 所以这是今天这个活动 有很大的一个初衷也是 对我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说刚才提到说我们负能 这个包括说这个供应端就是工厂这块 刚才庞总提到说像山东 它有很多像东莹是一个轮胎的 一个集中产业带 我们其实有我们在全国有三十几位 就是说一个庞大的这个落地的一个 驻地的一个销售团队 就招商团队 其实他们的工作机就是去培养这些供应链 然后帮助他们成长成为eBay的卖家 那如果说他们有兴趣 就像你说他们这些企业 这些工厂这些工厂 其实它是很清楚 它坛名的特质 它有什么优势 它只是不一定熟悉eBay 那通过这样的灯塔计划 以及我们的这些招商团队 和我们的客户经理团队 能够帮助他们成长起来 要么他们是把跟我们的卖家一起合作 成为把他们产品放上平台 要么他可以自己来做 把他们放上平台 都是一些可能的方式 我首先想纠正一个概念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虚拟常 只有假常 假 它是一种欺骗行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就是说 首先它确实是一种欺骗行为 那另外还涉及到一种 有两个维度 一个是诚信问题 另外一个是涉及到是一个法律问题 诚信问题当然也是说 我们中国卖家的一个信用 以及在国外消费者里面 我们怎么做一个卖家群体 别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 所以这个本身是 涉及到是一个诚信问题 我们也不希望是说 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让别人对我们 对我们这个群体 对我们的卖家群体 产生不信任 因为它产生的很多问题是说 它在海外 打比方说在英国 你真实的货品 在海外仓那边的话 两天基本上就能投递到了 如果它发现说 这明明怎么 说好两天就能到 怎么最后十天 二十天还没到 那它对我们这个平台 对于我们这个卖家群体 就会产生深深的不信任 那第二个呢 就涉及到的一个法律问题 因为涉及到税务问题 它涉及到在欧洲那边 有VAT增值税的问题 在澳洲那边 涉及到它的一个进口 具体说是一个GST 销售税的一个问题 它的这种行为呢 是会导致说 它其实是触犯了当地的法律 也会引起一部分的 未来的一些福利的影响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说我们一直在倉讨说 是一种比较透明 而且比较真实的一种 经营方式 也我们也在帮助我们的卖家 更好的去合规地 去经营他们的一个生意 黄总来吧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看到 就是说最近的很多的贸易的形式 有一些变化 对吧 但我个人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来看 对于中国制造 其实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第一方面 我觉得我们已经在开始 走一条转型的路了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工厂 以前都是专心于做这些贴牌 专心于说你给我定一个什么价格 我就做什么样的商品 来赚取这一点的 就是说加工的一些利润 但我们发现说越来越多的品牌 工厂 它会现在开始改变 这些改变 在我们今年和去年 推出这个千番计划 跟那个新兴品牌制造计划的时候 就已经体会到了 我们的供应链 这些工厂 它的反响是非常热烈的 因为这些东西 就是他们的痛点 他们的溢价能力 他们需要提高自己的溢价能力 提高自己的溢价能力 一个很大的途径 就是你的品牌化 所以 虽然说有像关税 这些贸易战这样的一些背景 但我觉得中国的工厂 它的一个整个发展 还是我觉得看到非常一些 很好的发展 举个例子 我们 以前很少在我们的活动中 能够出现一些中国的品牌 对吧 海外消费者 很难认为说 我做一个活动 见到这个品牌 我从来不认识的会去买 但最近两三年 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发现说我们中国品牌 很多开始被人认知 而且很多品牌 在这个品类里面 它是隐形冠军 它真的已经成为 这个内幕的头部的品牌 那这些品牌背后 我认为这些品牌 都是走在比较前端的 它花了很多的一些 心思 做品牌的营造 包括在eBay平台上 和eBay平台以外 它也做整个品牌的一些营造 那去年 我刚刚又回到这个话题 像小米 像我们的石头扫地 机器人这样的品牌 我们一开始认为说 它可能会是扮演一个 跟随者的角色 它不可能成为一个 平台的领先者 但结果我们去年 做了那个黑屋的活动 我们整个德国市场 卖的最火的 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品牌 它一个促销机 黑五就卖掉 1万台扫地机器人 而且1万台 还是我们只备货 1万台的基础账 卖掉1万台 那你去想想说 1万台它背后的 这个金额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我们以前 中国制造 大家可能的印象说 我们卖低单价的商品 对吗 但我们扫地机器人 它是接近于 那个350几欧元 就是400美元 这样的一个单价 那这些商品 其实那个就是说 未来我们会发现说 越来越多的那个消费者 会接受这样的一些商品 而且我们同时去做了很多有趣的一些实验 因为说一辈子 我们作为刚刚正总讲的 我们是零售电商 我们不断去揣摩 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偏好 我们做这个活动 我们会用中国 中国有很有优势的地方 在于说我们的价格的那个 我们叫segmentation 这个链存非常完善 有低价 中价 中高价 全部都被覆盖了 结果我们发现说 在德国市场卖的最好的 就是那个价格最高的商品 所以说明了我们的海外消费者 越来越对中国的品牌制造 越来越认可 而不是说找那个最便宜的 他们需要一些更好的体验 所以回到刚刚前面那个问题 我觉得供应链的升级 我们正在一个平台角度来讲 和看到的一些现象来比来讲 我们认为非常有信心的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推广 说我们签盘计划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背后的原因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成长 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我觉得这个差异化的需求 其实蛮多的 之前可能大家看到过 发布一个报告 中国它是联合国 唯一一个全品类的 一个有生产供应能力的国家 那也就证明了说 其实我们的一个基础的供应 能够满足各个消费者的需求 其实有些品类 它只是一个可能 它只是一个一次性的用途 或者说它的品牌 消费者的忠诚度 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我们中国已经有 现在很好的竞争优势了 这个就是从我们巨大的量 来提供的竞争优势 价格优势 但在有些品类里面 特别是和消费者体验相关的 和未来我们消费者的需求 升级相关的 中国品牌也慢慢往上去抓 这部分的需求 所以我看到的是说 并不是说抓了一个品类 丢掉另外一个品类 它其实是一个 齐头并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从eBay的整个数据来看 这种的区域 我们的区域是 我们增长非常非常快速的一个区域 也证明了说 全球的消费者 对于中国品牌的需求 中国商品的需求 还在不断加强 这个是我们没有看到 任何负面的一些信号 对 我想就是说 补充一点就是说 中国制造其实并不是一个低端制造 刚才方总说我们是全产业链 去覆盖所有的这个价格段的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说 我们大家用的这些 我看大家用的都是一些比较 比较高品质的一些手机 比较名牌的一些手机 可以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上次哪里制造 基本上都是中国制造 实际上好的产品 这些高价位的产品 大部分绝大部分 其实都是在中国制造 只是有可能在上面贴的这个牌子 不一定是我们中国企业的牌子 但是制造的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 所以不存在说 中国制造是一个低端的 或者说没有竞争力的 纯实靠价格的这种 这样的一个基础 它更多的是说 我们怎么样把我们上面 更好的推广出去 让消费者认识到说 这样的一个品牌 其实它后面代表的 其实也是非常优质的 质量和优质的服务 那更好的产生 更好的品牌溢价和价格的提升 我们这几年在平台上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是说 中国卖家和中国商家 它的平均销售单价 在稳步上升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代表的是说 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品牌 在海外得到更多 逐渐逐渐得到更多的认可 也跟我们的卖家 在这方面投入的一些 升级和它的品牌化 其实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我们也认为是说 我们的千番计划 我们今天的灯塔的 这样的一些活动 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推动了这样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发展 那么今天我们的现场报道 就到这里 看跨境就阿米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